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太极拳中的行圆画弧 我们说呢太极拳它处处要求呢是一个圆 非圆即弧没有呢直来直去 那么在手上的动作它走的是行圆画弧 在腿上照样呢走的还是行圆画弧 好比如说呢我们就以六膝二部为例 好六膝二部呢是一个公布的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想根部的时候 我们注意啊我们想根部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它不能不能呢走直来直去 比如说呢你想直来直去 你这么起你就这么跟上来 这是呢很难起来的啊也根本不可能做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呢就是松左胯 松左胯腰微微左转 这样呢你才能把后面这个腿跟上来 哎根部 好右边动作也是一样 向根部的时候呢腰微微向右转一下 微微向右转一下腰 然后呢把这个左脚跟上来 那么想往前上步的时候也是呢 先松沉一下微微的一个松沉 然后呢你再向前上步 那么我们看脚底下的轨迹 走的呢也是一个圆 好先收回来 然后再出去 脚底下走的呢也是一个半圆形 好了太极部的行圆画弧 您学会了吗 学会了给动动